哇 这这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这个大劲 你再往前冲我就完了 这还得只有回合这 今天刚到金门 一到这里就听当地钓鱼讲 有一个小型山堤水户 里面钓的鲤鱼挺大 有的人说它钓上来过有七八斤的 也还有人说有20斤的没上来 现断的 我虽然刚到这里 下午我就迫不及待的来试一下 调漂之前第一件事是找个底 为什么要先找个底呢 找完底就好打窝呀 打完窝再来干调漂的事 先搞深一点 尽量 哇 这里好深啊 到底的 哇 这么深 这4米多啊 先来开个大窝的 炒肉 因为这里面鲤鱼 草鱼 钓这有两个目标鱼 所以就炒肉 居如霸 酒生鲤 面粉 让它来捏起它 做个屋 开干一点 9米抓一把 一扫 来 有草鱼来草鱼 有鲤鱼来鲤鱼 第二就是 一包搞定 少来一点 这粗耳掉 90米 15发 就这么多就可以了 刚开始 刚开始这个耳草 要开吸一点 稍微 它要让它多泡一会儿 这3D水货就是一个特点 水深 这6米3的干子 这 还剩下两截 已经拉了四截了 今天用的6米3的 刚照里四代 现在主线是3号的 子线是1.5 别人说你 钓这个水库怎么现用的这么小 原因是这个季节了 这个季节的鱼 开口动作不是很大 所以你线组大了也不行 这个3配1.5在这个季节 只要你控制的好 6鱼手法到位 10斤的鱼都没有问题 前两天一个粉丝的跟我讲说 它0.8配0.4都高起来个13斤的 那我也不能太大 这弄不好 等会儿下不了底 那餐条一接着那就麻烦了 所以这个不能打节奏 只能一干一干的手 现在5目 还要减一点 调个7目8目的样子 在这种很深的山体水谷里面钓鱼啊 最好是 如果你想钓大一点的 你就不要钓拉尔 一定要钓这个粗尔 而且粗的时候你还不能捏上去 捏粗的它很圆 这样的话 就让它很容易下底 去钓底下的那个大鲎鱼 不会被上面的小鱼接着了 走起 哎 千万别被接住了 哇 好准啊 差不多 底就在这里 低干下去 我一般的都会熟 因为这个鱼打频率打节奏没用 因为丢了几床小屋子去了 你也不用抽 就熟的 说不定第一竿就钓一条 嗯 没有 哎呀 小口啊 小鱼进屋了 慢点小的口 小鱼 哎呀 进屋了 小鱼 这不是钝 鲤鱼把这门呢 哇 这个杆子控鱼真是好 我感觉大雨进来了 突然不动了吗 我感觉大雨进来了 这里要么就钓不到 钓到就是大家伙 帘子 帘子 对面的黑飘都是帘子 深的底子 四米多深的水吊着底 镇嘴这 太搞笑了 完了完了 这邓连庸名副其实了 这逃一逃不掉 这邓连庸的名字在 逃不掉 这四米多深 吊得底 正口还是大黑飘 吊的是个帘子 嫌弃你 我这么嫌弃你 你还你还来吃你 这 真狗这 喷口笑了 草连掉底 黑飘动作 吊在嘴里面 是个帘子 你看那个蚊子 它就围到个脸上 围到个脸上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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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转 又来了 又来了 都是大家伙 这有么小的线 草鱼 草鱼 可以打一点声音 说的草鱼 就草鱼 这个小的线 哎呀呀呀 哇 好大呀 草鱼 又下去了 这个大个草鱼 这硬一点 你得干自己玩的 哇 这十几斤呐 好大呀 你这超广小的 张力松 又上来了 这还得两个回合 这3.0 1.5啊 这3.0 1.5啊 你看这药线像连庸的声音 这深水本身进阶大 加上这个清的水 又起来一次 哎呦 怕要20斤 翻了 翻了翻了 哇 这真要20斤 又下水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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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快是这个杆子 也别的杆子绝对控不住了 你看这 这不二十多斤草域 没见过这么大草域 等一下草 等一下 等一下 这还好大 你看你看 我说了 我说也等一下 一抄进去它就抄往冲出来 这边说的断线肯定就是这个家伙 这还不断线 这一般的控制得住 哇 这个大劲 你再往前冲我就完蛋 这还得几个回头 我钓个最大草就十七一斤 这估计不止 不能抄不能抄了 等它翻 来不能抄 来来来来 抄 这20个斤了 哇 这像个猪啊 这 3.0配1.5 这个鱼要撑一下 这个鱼 哇 这大劲 这十五十六十八 这拿不动 十八出来的 二十六块 哇 好大劲 这是要不要一条保护 哇 来来来来 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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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人手钓的这么大的草 哇 这下去走了 会不会是二十的 这一条 哎哎哎哎 哎哎 来 好大劲 今天来到金门的一个风景特别漂亮的水库 听这个粉丝介绍说呀 它在这里去年钓上了很大的连翁 呃 断了多少线 什么六号的七号的八号的 都不计其数 它钓上来最大的有二十五斤 今天我来挑战一下 看我有没有这个运气 把线钓断了 还有金板福德连翁 单开 希望它钓到我想要的 二十斤的 这个最好是一次开包 然后用这个两百四十毫升的这个两杯 哎 一次就是四倍半 哎 再别让它高的高低的低 就这样一推 这样放的就是最好 由于听说这里面的人用挺大啊 关键我现在钓小的也没兴趣啊 所以用的线组挺大 杆子是七面的千圈里四代 主线是六号的 紫线是四号的 钩是五号的 加上满新闻东 浮标是十千 5.2克的 1401的三号 这个线组的这个季节 二十斤的应该是没问题 就看它吃不吃 这个就是你 你看这 侧面拿一弹出来 这样的 像这样的一个三四下 它大概就能坚持个雾化个 一分钟左右 带进去 再这样一列 这就可以 但是抛感一定要柔抛啊 这柔抛 就是送出去的那个感觉 你不能死尽一炮容易掉 好像一刚下去 它种着半路的梗梗梗 接的一个感觉 应该是小鱼 它有口中比没口好啊 玻璃有泡泡了 这是真泡泡 好像不小啊 这个鱼 毛着的 这么大的动作 不大不大不大 双钩搞上去 打起了无奈 说了它不好好吃吗 这个季节 不能这样抽着 你怎么这样抽 从下面往上来 这个天气啊 那个鱼有时候不好好吃 来的也慢一些 比夏天慢一些 有时候 你看我现在泡了一个多小时了 才来口 用水还是凉 摸的水还是凉 不像二十斤的 这个大一点 这条可以啊 哇哎呀呀呀呀呀呀 是银色的 是 哎呀这条还可以 哎呦 好潮上潮上潮上 这这提不起来 哎呀 这个十多斤呢 银色的看见没 放糊的哎呀 好 这个 十多斤的来了 二十斤的还会远吗 这大一点的口明显都不一样 直接这个五六目黑标了 哎呀 雪 哎哎 哎 哇 哇 好大劲的 这个鱼 它是蛮好的口才打的 好像那一层大一点的来了 别人经常问是 在窝子里面拖个窝来 它会不会打窝 没事 这个莲勇里一动 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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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罚一罚一刨 旁边也一刨 很快就回来了 最多是两三分钟 五分钟 它就回来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揉揉揉揉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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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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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离个屁股 这力量就像你的流 所以就追 这个钓莲庸的人 他都说莲庸全身都是口 意思就是莲庸 钓的耳都容易毛着 在这个季节更明显 尤其是这个季节 它是白莲更容易吃 花莲它还不怎么动 所以它更容易毛着 炮弹鱼 鱼来不来20斤的 会不会是20的 这一条 哎哎哎 哎哎 来一口大劲 哈哈哈哈 又不是 哎呀 怪不得这 马达 哎呀 哎呀 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 哇 这金箭是大呀 这个水深又轻 这鱼竞争是大 收干看一下掉了几个啊 收干 看看掉了几个